挣多少钱呢 白居易也买不起房 但他后来买了座宅子 白居易在唐代诗人里 试图算比较顺的了 但一点也不耽误他买不起 心仪的房子 老白很坦诚 各个阶段的工资 基本上都写在诗里了 下面咱们就通过这些诗 来捋一捋他在各个阶段 挣多少钱 体会一下 当时在一线城市 买套房有多难 800年白居易29岁 重进士 802年他和原诊 同时考中了书判拔翠科 受秘书省教书郎 从这开始做官 挣多少钱呢 每个月一万六 看起来不少 离买房还差得远 808年 白居易37 被任命为佐石夷 这个职位属于建官 职责是发现皇帝也好 国家运行也好 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官不大 但是很重要 挣多少钱呢 年薪30万 每个月两万五 810年 白居易39岁 做经兆府护槽参军 主管财政工作 这是个肥缺 挣多少钱呢 每个月四五万 而且还发粮食 一年下来光工资就五六十万 一眨眼到了815年 这是白居易被贬江州的那一年 他44岁 江州司马是个贤职 挣多少钱呢 虽然被贬了 但是每个月依然能挣六七万 到这儿您可能觉得 白居易挣的也不少啊 月薪几万 年薪几十万 真的买不起房吗 有失为凭 游换京都二十春 瓶中无处可安瓶 长县蜗牛游有舍 不如硕鼠解藏身 远离家乡来长安做官 有二十年了 如果从他802年 做秘书省教书廊 开始算的话 到这是822年 他大约51岁 可依然会羡慕小蜗牛大耗子 起码蜗牛有壳 耗子有洞 而自己无力追之地 一直到824年 白居易53岁 任太子左树子 分私东都 到洛阳了 才买了宅子 那会儿挣多少钱呢 一个月十万 他从802年开始当官 一直到824年 经历了22年 工资从一万六涨到十万 用这些年的积蓄 终于能在当时的一线城市 东都洛阳 买得起一座宅子 这座宅子不简单呢 地方17亩 这是唐亩 和现在大约是13.4亩 原来白居易的立锥之地 是这么大 他的房子 跟我们的房子概念不一样 但与我们相通的是 他用半生的辛苦经营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的财富我们可能得不到 但他的思路我们可以参考 白居易这一生过得比很多唐代文人都要好 这并不是他命好 而是他足够清醒 他能够认清现实 接受现实 在坚持自我与妥协中找到平衡 在小隐与大隐中选择中隐 他既没有放弃理想 也不跟现实较劲 而是在规则中实现自我 这种清醒理智的生活哲学 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听历史古文就搜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